今天的中國時報的旺報 就是兩岸新聞的部分呢 它在談的是電動車的 電動車反補貼 那中國跟歐盟在啟動 那中歐之間的磋商 這個裡面兩部分 一個是中國跟歐盟之間的直接對話 第二個是中國跟歐盟體系裡面的主要的成員 跟電動車的比較相關的成員的對話 那在週末的時間 德國的副總理 副總理兼經濟部長 應該說經濟部長兼副總理 在德國用語是這樣 就經濟部長兼副總理 這個叫哈貝克的 我說其實其實全德國都在都在看看這個哈貝克呢在幹嘛 他是綠黨的 那綠黨 當這次呢 這次歐洲議會選舉 那歐洲各國的綠黨都大敗 但是他們的這種意識形態 反核反反中 把反核跟跟反中擺在同一個平臺平臺上面 那反中的非常的強烈強烈到他當經濟部長 呃上任了也兩三年的時間 可是他竟然從來沒有沒有到中國 那那說經濟部長最大到中國嗎 可是中國是德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啊 中國是德國的最大的對外的投資的對象啊 那你哈貝克你就算就算不唯一做中國唯一高舉中國 可是你說你跟中國呢都都不打交道 人去都沒去過 這實在是你就知道就是說 在西方的西方的這些的這些政治宣傳體系裡面 到每個宣傳體系都一定會有這種的擦脂抹粉自我美化的情況 但是你作為一個月聽大眾不管你所處的位置是什麼 你你都應該有一些有一些自我平衡 跟在在看這些的文字或者影音的宣傳的時候 能夠能夠自我平衡理解的能力 就免得帶風向的就就帶到你了 那哈貝克反中是一回事 可是從來都沒有去過呢 最大的貿易貿易對象 那中國的訪問中德的貿易關係是地球上面非常重要的貿易關係 就他都沒有去所以大家就在看 好那這那這次去了 呃剛結束了去了三天 那談的怎麼樣 因為我也還沒有看到一些比較細部的東西出來 但是我我只知道他在出發前的時候呢 德國的媒體普遍都不祝福 就是就覺得我我想不祝福的原因 倒不是說德國的媒體對中國多麼的友善多麼的青睞到到不是 你看你如果常常看德國之聲看這媒體到不是 比較比較非官方的非政治的這些呢商業商業性比較高的媒體 那可能平衡一點 但是如果政治性比較高的媒體基本上面跟著美國跟著西方的這種的反中 續續續是呃那個大概調子差不多 可是為為什麼不看好哈貝克不看好哈貝克我認為 主要是因為這現在現在德國的經濟非常的不好 那德國的經濟非常的不好 對對經濟部長來講當然壓力就很大 可是這種的這種混混合編組的政府啊 多黨的協議制下面的政府你要去跟動一個內閣首長都非常的困難 在過去當德國很穩定很強大的時候這種 呃合議制的政治體系那 那他所形成的這種合議制的民主協商式的民主被高舉認為是一種優點 可是當德國現在經濟不太行的時候呢 這種協商式的民主所產生的政治領導班子 他就出現問題就是就是大家呢 對對自己在協議當中的所劃定的那一塊都守得非常非常緊 表面上面是一個政府可是你即使是總理 就算是塑爾茨不管呢他對於外交部長貝爾伯克或者對經濟部長哈貝克 因為這兩個都都綠黨都綠的不得了哈貝克過去呢是德國綠黨的黨主席啊 那這個貝爾伯克呢儼然呢就是呢馮德萊恩第二 那都是非常非常的強硬的 硬到不管是在經濟能源或者是貿易 你會你會發現 但塑爾茨也使不上力啊塑爾茨連續兩年的時間啊帶著他的工商團體的訪訪問團 我說就像是 耶穌帶著十二門徒一樣啊因為他每次每次飛機上面都都帶著十二個 他的十二門門徒他都帶著十二門徒到到中國呢去兩回了你說氣氛多好也也沒有啦但是也不太糟因為 因為我我認為其實因為中德的氣氛沒有多好的原因 呃 要怪塑爾茨嗎 怪蕭茲嗎好像也不完全我我認為蕭茲現在的情況他就是被綁在德國的政治體系下面 其實他能夠發揮的空間呢很有限 再加上這個人本來就缺乏形象魅力啊 所以就看就看什麼時候垮台什麼時候下台吧不就不知道 可是哈貝克呢終究是是來了這個時候來我想德國的許多不看好他的一方面是因為德國經濟你當經濟部長的德國經濟這麼爛你你當然有責任 第二個你的反中的立場你到了到中國幹嘛呢難道難道到了中國之後會期待你跟中國談出什麼的讓德國的這些企業界能夠稍微寬心 然後呢然後眼睛一亮的覺得哎好像了這個金經濟部長轉轉性了的這樣子一種的安排嗎不太可能好但是另外方面在這兩天的時間昨天二十二號到嘛好今天今天已經二六六二四了 那五天五天四夜的時間波蘭的總統杜達杜達這個時候呢在北京做國際訪問這個呢到的倒是很有看點到波蘭波蘭的經濟經濟實力經濟規模不能跟德國相敵並論啊波蘭雖然很有氣魄覺得自己的領土面積跟德國跟法國也沒差到差多少啊波蘭是東歐大國東歐第一大大國啊 但然後現在的又因為俄烏戰爭的關係呢波蘭的成為烏克蘭的主要的主要的進出的通道支援者 但這個時候呢杜達杜達是一個公開那講話因為深深的捲在俄烏戰爭裡頭將來如果會會如果如果歷史上面 還會在在出現一次的瓜分烏克蘭那未來瓜分烏克蘭的一定兩個國家一個人是現在正在打仗的俄羅斯另外一個大概就波蘭了 好吧那波蘭呢是是呢巴巴不得呢俄羅斯呢把俄羅斯的撕撕成好好幾塊的巴不得呢把普京呢 睡睡是萬段的 但杜達這時候呢在中國訪問政治很複雜 就很很複雜原因就說 他他他不能夠是很直觀的那那種就說道不同不相為謀也可以 但是因為政治的複雜度 讓這種的道不同不相為謀變得很難 就是你都得要有相當程度的務實 道不同 也得要做損害控管 也得要做下談一談 就是沒有完全相同的道 也也沒有完全不同的道 所以所謂的道不同不相為謀這種事情呢在國際關係裡面嚴格講是不存在的 只有 冷戰爲什麽可怕 就是冷戰呢讓這個世界真的走到了道不同不相為謀 就這就是非有極極敵非敵極有的那種的 二分法 這種的二分法 是 基本上面是一一神叫基督新教 的必然會會導致 換句話說 對於基督教世界來講 那種的二分法會變得非常的明顯 但是對於中國的這種的犯性做宗教來講他反而就變得不明顯 他 在宗教的背景當你說你說 你說宗教我又不信教 不管你信不信信教 當代人 你不太可能在你的在你的思想跟意識跟你的認知層面上面擺脫了宗教對你的影響或者是干擾 所以他跟你是不是有很虔誠的信仰無關基本上面他就是在支配你 好那這個呢當然是接下去觀察的觀察的重點啊今天九點半的政令龍鳳貝呢會談到了進廣告談一個呢 大家沒想到的話題 咱們待會來談一下 黑神話 我對我對這個現象覺得蠻有意思的 黑黑神話的大家有聽過嗎 我我估計咱們的親戚朋友 你以你們年紀來講對黑神話大概沒啥概念吧 大概唐湘龍這樣的年紀青青春洋溢的 才才對 才對黑神話的會有點概念 哎呦 猴腮雷有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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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 啊真的嗎 KKKIRR說他已經預購了啊那那 預祝 因為他現在 他好像八月才上市吧對不對 六月開始預購嘛 那我知道他現在在在全全球的預購 排名第一名啊 在全全球啊當然因為中國大陸體量大了 然後就像我們會常常講在中國大陸第一名你很肯定全球第一名 天啊我們的我們的版上面 玩玩電玩的玩手玩手游的哈 他他他他不是手游他不是手手機遊戲 他 他基本上面應該應該說他他是那種的 那種的遊戲的卡夾就是搭載在 搭載在像是這個 playstation 上頭的或者是類似的 xbox 的這種的 系統的 他不是手游啊手游的 我的我的我的理的理解如果不對勁 好吧 手游的手游因為他基本上面都都是在伺服器裡面嘛 但是 這種的3A的3A的遊戲 他基本上面就是 購買了之後 然後下載 到你的 到到你的這個就說呢 box裡面 那不管是在 playstation 的主主機下載到你的主機之後 玩 那他的他的 複雜度 精細度 開發的時程 以及 那個遊戲起來的那種的 臨場感 跟手游當然就非常不一樣 手游反應一幕就很就很小嘛 那當你要連線啊等等可能比較方便 好但是 OK好 這jams 好大家對 對 對黑神話黑黑悟空 啊 啊 SORRY對不起我我我對大家的理解理解錯誤啊 我發現 OK 咱們的聽眾朋友沒有很很多 都都是遊戲世代啊 好了我我不說謊我 我沒有我沒有在在玩在玩game的啊 看小孩子玩那時候我在在旁邊旁邊蹭一下大概就這樣而已 但是 沒啥概念 好不過 呃 呃 華人的圈子裡面啊可以 可以關注一下這個 黑神話當然他現在話話題性已經很高了在 在玩玩遊戲的人圈子裡面你家裡面呢如果有playstation 因為他他之後呢大概就搭載在playstation上面 那 你你可能已經已經被掃到了也高度的關注到了 甚至我們剛剛的網網友們啊我們的聽友們說哎我已經預定了對他六 他他是六月二二二十號他這是不是六二十號開始開放於預定 總之 反正預定之後 已經 那算是銷銷銷售 一空嗎 已經幾百萬套了 那大概八月才會呢正式上檔 可是你知道這個 黑神話 講的是孫悟空的故事啊主著主角是孫悟空啦 那那個那個故事的背景我就不不說了你網路上自己去搜去搜尋吧我沒時間講講那麼多 好但是他之所以會形成話題當到目前為止我不能夠 不能夠完全確定就說 他到底是一個 是一個宣傳手法 還是 還是呢真的就說呢黑神話悟空的製作 團隊 叫game science對不對是不是叫game science game science 就是遊戲科學 在這家的中國大陸的這個就說 遊戲的 公司 他們真的呢就是 接到了 加拿大的一家公司 這家公司你在網路上面可以查得到 他的名字非常的sexy 他的名字呢叫做了sweet baby sweet baby甜蜜寶貝 sweet baby 那因為這個sweet baby呢 中國大陸我看這網友們反正 說說說寫的就就是sb嘛 sweet baby 所以中國大陸的就把他 說說寫成sb 那這家的sweet baby 也確實很sb 呃 倒不是說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發了罕見 去勒索孫悟空 我是孫悟空 從 從被創作出來到現在呢 1300多多年的歷史裡面 孫悟空作為中國人共同的記憶 文化文化記憶當中的虛構人物 可是 1300多年之後 他竟然被穿越 被勒索 就勒索孫悟空 孫悟空的 這個黑神話的這個game里面 呃 物化女性 然後 有膚色種族性別的歧視 等等 那或者呢可能呢對對這個孩子不好 那連孫悟空的這個金金庫棒呢要放哪裡呢都有一件 說孫悟空的把把這個金的金庫棒呢塞在耳朵耳朵裡面 會對小孩子造成非常不良的影響 小孩子呢 就可能就就會把很多東西的塞到耳朵裡面 呃 那這種的 我也我也不能說不會 如果真的小孩子在玩他有可能會模仿 可是 孫悟空的金庫棒是塞在耳朵他非常非常小 那放到底放了耳朵後面塞在還還是塞在耳朵裡面好嗎這個就不細就總而言之 這個叫做SB的 Sweet baby 之前因為我不玩遊戲啊所以我沒有太注意這方面的訊息 可是 當這件事情發生的我管他真的假的 我就就我就開始有感覺了我就開始火了 我我誰火了就說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發了函 給中國大陸的這個game science 這家公司然後呢去邀要求就哎你要聘我當顧問700萬美金 那時候他已經在預售了都已經準備要上市了 那這個時候一家 加拿大公司 網路上你可以你可以查查得到哦他大概就十來個人 但是他底下列出他的客 他確實是一家公司 他專門做這種所謂的 嗯 一些的網路上面嚴格講就是 網路啦游戲啦影音產品的政治正確的審查 當然說他憑什麼審查他不是憑什麼審查他說 你經常會不小心踩到地雷 踩到地雷之後呢你辛辛苦苦拍的電影 你辛辛苦苦的設計的遊戲 你辛辛苦畫的動畫 結果因為政治不正確 你就可能呢 受到了 鋪天蓋地排山倒海的攻擊 那當你被攻擊了之後你你花了這麼多的錢 對呀就說你要你要拍部電影 你要設計一套這種的像這種的3A的這樣的game 來來自於手遊那個沒有個 沒有個意為單位的 這資金跟時間是不可能 現在的 精精細度 跟他的 他已經不只是故事的邏輯性而已 而是那個那個那個動畫的那個精精細度 你看動畫不管是那種這種的 這種的戰爭游遊戲也好 或者像黑悟空我我這個黑黑神話 那我看到他的這些呢 所出出來的這demo裡面 那個 那個動動畫的那個品質 那個真讓人很心動啊 好就是 許許如生絕不為過 這已經 不是 小孩子在在玩這種的這種minecraft的那種的那種的 像是馬馬賽克一樣的 這種的畫質能夠相比你的 好但是 這個sweetbaby sb 不管他有沒有發 去 去恐嚇 去威脅了這個 game science 當然說那game science不理他就就好啦 不理他並不是說你你自己去承擔 市場當中的 未來的輿論的風險 而是 他的外頭 或者他的員工本身 他是會發動一些的網路的輿論來就開始攻擊你就開始黑 你他不是黑客他是 白客 呃 白客說比黑客更可惡 就像 你在江湖走久了之後 很多人會有一種感覺 白道比黑道更可惡 那這種白客比黑客更可惡的情況 黑神話遇到 當然 到目前為止 官方 或者是呢 在幫 在幫的這sb呢在洗白的 一些的 網路當中的比較活躍的 NGO 我說在這這些年的時間我只要聽到NGO 我本人的呢會有強烈的反感 絕大部分 NGO 第一個都擺出一副道貌黯然 覺得好像自己手上 拿著政治正確或者是道德的上方保健一樣 漸漸的就對著你 準備呢對你呢一件一件封喉而且他覺得他可以 雖然嘴巴上面呢 講的呢都是主義呀 腦子裡面是不是都是生意 姑且不管 可是 最少你所強調的那種的自由開放多元 這家sb的公司呢強調呢就是在所有的網路影音世界虛擬世界裡面的多元主義 就是sgbq 這這種的 不管是 多元的性別啦 宗宗教啦 那同性戀啦等等 的 多元主義 那希望 就是說你不要不小心的踩到了這個多元主義的地雷 而他告訴你就是我告訴你啊 在玩gand 在玩gand的裡面呢 起碼十十分之一以上 都是同志 到這個數字從哪來我不知道啦 但是反正總而言之呢他會不斷的去呢強調他的影響力 但是你看他的網站 因為我上次看他的網站 他的網站下頭的客戶清單裡面 以及 經過他指導做修正的 就就是把主主角裡面的一定要放進 放放進一個可能是一個 一個 不白的 女 不白的性別 可能是一個 非洲裔的女性 或者是非洲裔的男性 或者是 你看到電影裡面有時候的刻意要放進亞裔 或者是放放進了其他的族裔 總而言之或者在 在在性別裡面 男主角跟女女女主角女主角就說 愛情故事呢為什麼一定是一個男的跟一個女的不能是兩個兩個男的嗎不能是兩個女的嗎為什麼不可以 他會不斷的去呢去揪著你這些事情 然後呢讓你表現的好像更符合現在的大大白左的價值 竟然會有這樣子一家的公司而其他的公司客戶裡面的包括 阿華納兄弟呀等等的等等 確實都他客戶 而經過他指導的手遊 有一些手遊呢 一些的遊戲或者影片 你在看的時候你會你會覺得 怪怪的 就是對啦就說 白雪公主為為為什麼一定要是白的 呃他的故事起源就這樣啊 可是他覺得這個已經是政治不正確了 那 這樣的一家的公司他其實他成立的時間不久 可是 他經常就扮演在這種在 在虛擬世界裡面的影音產品的角色人物 虛擬尤其是虛擬人物的吹哨者的角色 不一定是虛擬人物 又是電影 像華納兄弟的電影 他也扮演吹哨者角色 你怎麼可以把角色設定這個 你怎麼可以把他性格的 設定成這個樣子 他他他為什麼不能夠是 是 是 什麼樣的性別 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這個膚色或者什麼樣的宗教 或者是什麼樣的性傾向 總之呢他在做這種的糾查對 而他認為呢 我在這種東西判斷比你精準 所以你付錢 你付錢呢我幫你的省一遍 我幫你改角色 反正呢很多都是虛擬的吧 那那改一下角角色之後電腦動畫從重新做一下 就會讓你呢更暢行無阻 在世界各地的西方世界裡面 連 馬斯克 Elon Musk 這這這幾個月前的事兒 就是說我我我倒倒去回去看的時候 今年的今年的三月三月四月 早早在 早在呢這個黑神話六月 前前幾天的開始預售以前 其實 有關於這個SB公司呢本身的 這種拿著好像 好像的政治正確跟政治道德的上方保健的到處的 砍殺 然後呢一些跟他們 內外呼應 不曉得有沒有有沒有金錢商業關係 內外呼應 的這些 網路上面 的所謂的NGO 基本上跟他們 航線一氣的 好像覺得這樣是OK的 總而言之呢他就是要把 要把他的價值觀 他認為他正確的價值觀 硬套到 許多的花了大的心力 非常長的時間 然後呢創意呢可能很驚人 同時呢未來在市場當中的所期待的回收是非常巨大的產品 你就會成為他的勒索的對象 所以 馬斯克呢基本上面呢 幾個月前 那馬斯克通常那個時候我我其實因為我有我有為定他的推呀 定他的X啊 可是那時候馬斯克的講話說我算我真的沒沒概念 可是到 到黑黑神話悟空要要上要上市的時候 我開始有概念 因為 因為我終於懂了 原來他幹的是這堂醜陋的勾搭 我我終於理解了馬斯克的為什麼覺得 像這樣的一個機構這樣的SB的機構而且被他綁架的這些 影音產品都乖乖的 成為他的客戶 那等於是花錢消災 免得了被點名了之後呢 在市場當中的引起了非常負面的這個聲量了之後 那影響的票房 簡單換句話說不管是拍電影的搞遊戲的 為了賺錢 基本上面犧牲掉非常多的原則 可是馬斯克呢也注意到這樣的事情他就呼應了網友但在當時我看不懂 現在我終於看懂 那但是他這次呢 不管他有假假定有 假定他真的發了這樣的函 然後呢去勒索孫悟空 勒索孫悟空呢 700萬美金 這不是小錢 那 700萬美金算一算的大概 5000萬的人民幣吧 就說 我幫你審 審核 那個那個審核審到怎麼樣的地步你可以你可以想見了 但是我只是說 因為他這次 點名的 惹到的 是黑神話惹到的是孫悟空 孫悟空 永遠別人你惹一惹就算你惹的是孫悟空那還會散了嗎 基本上面 現在的整個的整個中國大陸的這種的 這種的我估計啦就是如果越來越多的網友們關注這件事情 大概都會覺得說你他幹嘛 到底在海外會有多少市場先不管 但是 網路的 自由 我反而發現中國大陸呢在在所謂的網路民主這件事情比西方好太多了大白走太可怕了 就愛點你 UFO